今天是4月28日 星期四 美股大幅收高 科技股领涨 Facebook 205.73 涨30.78 涨17.59%公司Meta公布好于预期的业绩后股价大涨 美国一季度GDP意外萎缩1.4% 显示经济衰退风险增大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数据符合预期 道指涨614.46点 涨幅为1.85% 报33916.39点 纳指涨382.59点 涨幅为3.06% 报12871.53点 标普500指数涨103.54点 涨幅为2.47% 报4287.50点 科技股引领美股大涨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s收高17.6% 该公司周三收盘后宣布 第一财季净利润74.65亿美元超预期 日活跃用户数量DAU同比增长4%至19.6亿 接后摩根士单利83.4% 涨1.89% 涨2.32% 将其物标价从325美元上调至330美元 本周公布的美股财报帮助稳定了市场情绪 麦当劳254.19 涨7.05 涨2.85% 墨沙东88.58 涨4.17% 涨4.94% 比来297.27 涨12.18 涨4.27% 和西南航空再公布了 好于预期的季度财报后股价悉数走高 Crossmark全球投资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 Victoria Fernandez表示 美股财报级表现相当不错 这位美股提供了支撑 亚马逊2891.93 涨128.59 涨4.65% 与苹果163.64 涨7.07 涨4.52% 这两家科技行业巨头 将在周四收盘后公布财报 周四经济数据面 美国商务部报告称 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外下降1.4% 预期为增长1.1% 这标志着美国经济 从1984年以来的最佳表现突然逆转 2022年前三个月 众多因素共同影响了经济增长 今年一时 持续上升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该然阻碍了经济活动 而通胀飙升至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及俄乌冲突也导致经济停滞 美国未来还面临进一步的麻烦 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物价上涨 美联储计划实施一系列 旨在进一步减缓经济增长的加息 市场担心美联储的激进加息 与紧缩政策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分析认为 美国一季度实际GDP录得2020年以来的首次萎缩 因不断膨胀的贸易逆差和疲弱的库存增长 掩盖了原本稳健的消费者和企业需求状况 净出口和库存使总体增长减少了约4个百分点 政府支出萎缩也拖累了GDP 不过对国内消费者的实际最终销售折合成年率增长2.6% 较去年第四季度的1.7%有所改善 美国劳工部报告称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8万 符合预期 前值为18.4万人 海外央行面 日本央行周四宣布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下调2022财年 截至2023年3月 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 日本央行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 发表公告说 将继续保持当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负0.1%的水平 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 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 央行将在每隔交易日实施公开市场操作 无限量买入国债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如果通胀率居高不下 就有可能在今年夏天 首次上调欧洲央行指导利率 欧央行管委会成员 Ignatio Visco周四称 将在欧洲央行资产购买计划 结束后的某个时候调整利率 此外 欧盟官员周四表示 欧盟公司开设卢布账户 带支付俄罗斯天然气1.1 0.00 0.00%将违反制裁规定 目前 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 正在试图弄清楚 俄罗斯天然气卢布结算令的影响 欧盟官员们表示 俄罗斯提出的卢布付款要求 会带来麻烦 因为这种做法会牵涉到 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央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周三警告欧盟公司 不要屈服于俄罗斯的要求 称这样做会违反制裁 但许多企业正在寻求变通办法 欧盟上周发布的指导文件 似乎也鼓励他们这样做 德国常驻欧盟代表处 周四表示 德国不再反对全面禁止 进口俄罗斯原油的禁令 近期与波兰达成的协议 有望确保来自海外的原油供应 德国这一立场转变 是在周三 该国与波兰达成跨境输油管道协议之后 做出的 焦点个股 Facebook公司Meta第一财季 营收279.08亿美元 同比上涨7% 低于市场预期的282亿美元 公司利润录得74.65亿美元 同比下降21% 折合每股收益2.72美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2.56美元 但较去年同期3.30美元 下跌了18% Facebook主平台平均日活跃用户 为19.6亿 同比上升4% 高于预期的19.5亿 月活跃用户为29.4亿 同比上升3% 低于预期的29.7亿 每用户平均收入 ARPU入得9.54美元 高于市场预期的9.50美元 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时期 0.60% 3.66% 第一财季净利润为44.58亿美元 环比减少9.69亿美元 淡水河谷表示 影响业绩的正面因素包括 为销售中西系统铁矿石和猛矿石壁营区 而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使公司获得11亿美元 推特49.11涨0.47 涨0.97% 第一财季营收12亿美元 去年同期10.36亿美元 市场预期12.25亿美元 一季度广告收入11.1亿美元 预估11.2亿美元 谷歌2388.23 涨87.82 涨3.82% CEO皮查一周四表示 国际税收制度的改革 对谷歌在爱尔兰的业务没有影响 该公司仍将致力于在爱尔兰的投资 并增加欧洲业务中心的员工 大众汽车22.06 0.40 1.82% CEO Herbert Dice寻求在美国 开设第二家工厂 长指可能位于当前田纳西州 查塔努加市工厂附近 此外 大众还在考虑建设电池工厂 选职也将再次附近 福特汽车14.62 跌0.23 跌1.55% 第一财机调整后 税前净利润为23亿美元 高于预期 但远低于上年同期的39亿美元 每股净利润38美分 比分析师预期高出一美分 第一季度营收345亿美元 尽管超过了此前预计的311亿美元 但同比下降4.7% 福特重申 其全年盈利预期为115至125亿美元 理由是福特仍然拥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和定价能力 高通148.19 涨13.09 涨9.69% 第二财机调整后 营收为111.6亿美元 高于预期的106亿美元 同比增长41% 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3.21美元 亦高于预期的2.91美元 同比增长69% 其他市场面 周四 纽约商品交易所 六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 WTI 上涨3.34美元 涨幅为3.3% 收于每桶105.36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 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2.60美元 涨幅为0.1% 收于每盎司18891.30美元 周三黄金期货创2月底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五月白银期货价格下跌33美分 跌幅为1.4% 收于每盎司23.13美元 美式电视台报道